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人群中十分显眼 故而摄影师一眼认出 曝光画面中 一身全黑look风打扮的居小文 头戴铜色细余肤帽 小腹隆起 明显至少五个月身孕 跟新婚妻子 同样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 且素面朝天的金大川 则是身穿白色长袖衬衫 黑色西装担在胳膊上 一手推着行李箱 一手牵着爱妻的手 贴心且恩爱 镜头一转 小两口坐上一辆黑色越野车 忍不住直接就开始拥吻 轻得难舍难分 满脸甜蜜 幸福气息简直一出屏幕 浪漫接吻结束后 金大川在卓运7 驰骋在上海市杨浦区高架上 前往市区 直奔两人爱巢回家休息 尴尬的是 眼尖的狗仔发现不对劲 原来金大川驾驶的 这辆黑色SUV越野车 挂着今年安的牌照 但却行走在往上海市区方向高架上 影显围板了当地的 外排现行时间与区域 直播画面中 狗仔还特意圈出 高架上醒目的提示牌 上面却是黑字白底 写着每天上午7点到晚上8点命令线 至外审视号牌 包括出租空车 实习车 临时号牌等 但是周六 周日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检索上海相关通行条例 该交通政策一直在执行 金大川违规属实 此外 金大川还有两项违规 其一是超速行驶 一路狂飙 其二是实现变道扣三分罚款200元 视频末尾 金大川行至军公路隧道方向的 岔路口时 实现变道画面清晰 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 值得一提的是 相信狗仔今次的曝光 侥幸逃过一劫的金大川要被处罚 据资料显示 1993年生人的金大川 与1989年生人的居小文 同在模特界发光发彩 但女方的成就 且事业明显胜过南方 一度在全球超模排行榜中 位列第29位 至于相差4岁的二人和时交往 藏未得知 不过 33岁居小文已于本月中旬带求嫁人 与29岁男友金大川 在山东泰安奉子成婚且举办婚宴 新娘运度已十分明显 虽说两位当事人尚未官宣 但居小文忍不住幸福 先感谢大家的祝福 图片来源网络 清泉毕山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请客观看